随着我们学习圣贤的文化 我们更多的是在讲思维 讲道理 讲心念 却很少讲具体的事情 因为你担心会误导他人 因为你担心你给的意见 别人做不到 听了以后反而会产生痛苦 举个例子 他想要买黑色的和白色的衣服 问我们的意见 我们会说你买白色的 或者说你买黑色的 可是对方 他明明内心喜欢的是黑色 而我们建议他买的是白色 过后他可能会纠结 有意 我们可以把里面的道理告诉给他 但是我们不会帮他做决定 说黑色的可能更耐脏一点 穿着更显瘦一点 白色的更干净一点 看上去更亮丽一些 但是论语讲求人而得人 又何怨呼呢 无论你选择黑色和白色 其实都可以 但是选择了以后不需要纠结 从这一件小事 我们可以延伸出来 无论对方问我们的是感情问题 孩子的学业问题 生意问题 人际交往都如此 我们不再主观地给他人做决定和判断 而是告诉他一种思维方式 和这件事情的利与利 那么你自己去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